回來第四節的升旗易得道 說了太多政治了 我們要說一些生意 剛才說了HMV HMV今天報紙又說有賣他們欠租 分別就是在那個中環 中環那個大廈 萬邦行 不是100萬租 地勞來的 不是萬邦行 是興偉大廈 不是興偉大廈 那裏有100萬租 另外就是朱成大廈 2至5樓 朱成大廈在銅鑼灣 就有100多萬租 那裏總共就欠了 現在人們追他追了400多萬 那他之前已經欠了一鍋 那個叫做 九龍灣 德福 那他不是真的欠的 他是說他交不出那個 20多萬 那是很少的 他交不出那個 所以一開始就追他半個月租 不是 現在要叫他走 但是要交他半個月租 其實是一個月五十多萬的 應該是 所以那條數字很小 相比現在這兩條 但是他還沒走 我們早兩天經過這個圖 德福的時候他還在 應該就不止現在 如果現在要追可能追三個月 一路都沒有交道 那麼 我們現在說回這個行業 賣碟 其實真的是 很難做 很難做 老實說 我想問大家有多久沒有買碟 其實是很久了 很久了 我對上一次買碟 買了100元四隻特價碟 那些舊的港產片 又或者那些舊的西片 我對上一次買碟 應該是 聽某網台的節目 買了 活動的碟 甚麼碟 我忘記了 那個 有這樣的碟嗎 真的不知道 有動文的 有動文的嗎 真的不知道 那些話劇 什麼媽媽聲的那個 我沒有看過 因為我覺得 那些是 很淺踏人類的智慧 那些廣播劇 當年 撐邀文 陸公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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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了梁天琦 劇了梁天琦 香港那些不就是 撐邀文 所以中國跟台灣也是很相似 現在 提交 已經被說了高雄發大財 這過啟ğı 國家真是還把大財 跟九百團煩口吧 經濟的話題其實有很多 housekeeping 其實 backpack 我們想說的是 HMV 這種生意 其實都是很難經營 網上呢 要付錢去看電視 或者付錢去那些 翻版和槍決 除了翻版槍決之外 你知不知道我家現在 就是另一個家 裝了一個叫做MyTV Super 其實我不是裝這個的 因為那邊要寬頻嘛 新屋裏要裝寬頻嘛 那麼寬頻怎麼辦呢 唯有裝那個叫 網上行 好像是Now還是網上行 會送的 不是Now是看球的 他這裡裝不到那個Now 就是送 香港寬頻 香港寬頻就送這個叫做MyTV Super 就不用錢的 即是你裝寬頻送給你 意思是你是要搭別人的 即是要搭別人的 即是搭賣搭送啦 如果不是這些的搭單 別人不會肯給你錢看的 無線我都不敢看的 何況是賣TV Super 有甚麼好看的 反而我會看回那些舊電視劇 我最近看了那個馬長大亨 40集 所以他之前上載的那些舊片 Youtube都被他剷掉了 全部被他剷掉了 因為之前很多人上載的那些 他在香港好像上不了的 你要unblock他才能看到的 因為他感覺到你是香港 他不讓你看 其實現在網絡世界 我們講過了 整個世界的商業目色 改變了 一個 網購 打死了很多零售店 實體店 變成HMVE類的那些公司 他如果要在店鋪賣零售實體的話 基本上的生意 我想是一落千丈 老實說 中環加100萬租 收賣的錢也不知道是否夠交電費 能否夠請負責 我真的很懷疑 以前 本來整個市場 不流行 不流行再做這些 不流行看電影的 全在網上有 下載 還有 내가讀了 你也有LFX 這些 不記得啦 只要on demand 就是一個點 一按便跑來 現在HMVE是在中建大廈的 在天橋 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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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的 但是你有沒有印象呀 那個印象是 起碼是差不多10年以前 我都在很多年之前 以前是在那裏的嘛 中建大廈太貴租嘛 頂不順便搬 那麼 他現在搬到地牢 不知道是哪裏 我們也要看報紙才知道 另外是朱成大廈 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裏租了的地方 真的想 一時間升起有這樣的地方嗎 真的不知道是哪裏 但是你動一下也有百多萬租 一天幾萬元只是租金 不算你火記人工 那你怎麽為皮呢 你買的東西不是賣很多 還有那些人是去看的 沒人買的 我看好少人買的 又不是買得貴 問題在那裏 那些人去看完不在那裏買的 跟網購打死了 零售的情況 看完之後就去網購 拍照回去再去網購 其實現在很多波鞋 賣衣服都是這樣 那麽我們呢 其實法國最近很多新興經濟 其實很多是 萬年大廈 萬年大廈應該就是陸友行隔壁 在陸友行隔壁 都是大道宗那裏 這樣 我們說回最近新興經濟 有一個美團點評 即是 網購食物 等於網購食物 好像也挺嚴重的 其實 他也不是很嚴重的 香港也不是很嚴重的 你說這個 這個就是 P-L-U-M 怎麼讀的 P-L-U-M 怎麼讀的 P-L-U-M 是不是這樣讀的 這檔東西呢 因為我們公司對面 在那個 炮台里 門口有一檔東西 中午吃飯時間 他就有人 拿起一個 有橙聲 送外賣 他外賣就不只是負責購買一間的 他是一堆 不同的 雲吞麵也有 牛腩火也有 炒飯 或者泰國菜 有不同的菜式餐廳 那些送是可以給你選擇的 首先 你是要去那間餐廳 送去那個地方 包裝好之後 包裝好之後 一袋袋包好了 拿去那個地方集中了 在炮台里有一個點 在那條東窗大廈門口 天橋那裏 就有一個點 然後 還有哪幾個點 總之有三四個點 給人家拿食物 例如你在Apps 訂了我要吃甚麼 他就會包裝好 讓你來拿的 不知道怎麼拿 我還沒訂過 但是 那個創辦人好像現在又說要裁員 他說要裁完800個月工 要裁完800個月工 我有一個認識的人 他去了那裏工作 不久就被裁了 喔 這樣 那初初薪金是不是不太好呢 不知道 因為 最近這些大陸發展的 共享經濟 他們很大程度是以銷錢為主 他們不斷花錢 是要佔那個market share 搶完你的市場份額 這是大陸的做生意方法 沒錯 他搶完你之後 好像共享單車 他不是主要是賺單車的錢 他有一句 大陸就有了 羊毛 出在 狗身上 豬買單 他不是主要是賺單 這個意思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很難解釋 很複雜 我試一下我解釋一下 他 就是 借A股東的錢 或者你借外面A財團的錢 然後就把銀子 吸收了客人 讓務就出在豬身上 但是誰買單呢 最終就把這家公司上市 打包成為一家 科技公司 豬買單 是不是 你買的股票就買單 你買的股票就買單 你買的股票就好像現在的人買美團點評呀 買的股票就像現在的人買美團點評呀 一早知道你不能買的股票 一季虧900億 當然他因為 上市又有公平值 很複雜的東西 他真正虧了 一季虧幾十億的 真正虧錢 但是你想想 一家公司 這樣事發 將來賺得很快 他沒有盈理都可以上市 你一虧啦 你一買就馬上放了 你不停鼓勵那些 那些公司是集了一大塊錢 去打散了那些市場 那些市場其實是沒有盈利的 沒有的 然後你給他上市 用股票 再集資來換回那些市場 輸了的錢 再維繫回打回來的那個市場 那些市場 就把原本的市場的人打死了 因為他其實在某程度上 他可能可以幫助一些茶餐廳出貨的 可能做了幾百元的生意 或是做多一兩千元 那你想一下 一個外賣可以賺到你多少錢 外賣的物流成本又高 你就順風 你想一下 順風一封信 收你五六十元 一個硬黑紙帶著一個 A4 size的公民袋 收你五六十元 這樣就有毛利了 他的量子可以很大 一次過 運一萬封就收了幾十萬 他有毛利呢 有錢剩的 那就是 但是我覺得 做外賣的平台 是沒有可能翻到本 第一 香港物流成本那麼高 第二 你一個飯 我想問 一個飯 你願意付多少錢給外賣 原來我有聽過有個App是直接送外賣送到馬灣 你不是買馬灣的那些店舖的外賣 我知道 我已經找不回App 可能已經誇張了 哇 食物很重啊 當然啦 餵母的那個吃過飯也比別人貴 就算你用電單車送 其實也不適合 其實 沒有可能去算到那條數 當初的共享單車不是一樣 所有的共享全部都是一樣 到最後現在那些單車都是拿去扔的 廢話啦 周圍都是 香港也很多 他們說了嘛 羊毛出在狗身上嘛 豬買單嘛 那隻狗是甚麼 那隻狗不是那些基金 那些投資公司 扔了錢下來給你搞嘛 你用錢用銀子 去買一堆 來買一堆客回來嘛 買Data回來嘛 然後把Data包裝成為很值錢的東西 買給一隻豬嘛 對的 他那條數沒有錯的 我們看看 大家想不想起 科網股當年 你看到當年 那些甚麼叫做天網啊 全部都是計算 每個點擊率計算3000元的價值 我們上學試九次 我們這家企業只值百多億 我們現在幾千萬view啊 我們這家企業只值百多億 星期二得道 這個集團也只值百多億啦 不用說那麼多 PE啦 兩倍賣給你 你追過來 買來看 買來選 賣斷了 賣10%給你 賣斷了 別這麼貪心啦 馬上開檔 馬上開檔 馬上開檔新的要叫做芒向編唱歌 不是呀 隨便啦 如果真的買到 所以呢 我們把芒向報分拆上市 說了啦 現在要分拆上市 分拆他是專門 爭取藍絲的聽眾 不是啊 他是搶佔中國市場 是啦 大家打不同的市場才有肉食的嘛 大家都做了同一個市場 那要什麼分拆呢 是不是呀 所以呢 所以就派他跟這些 何志光啊 去搶生意 沒所謂啦 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是呀 跟周庸爭搶生意 沒錯啦 我們要死周庸 周庸我刺頭 哪有夠他搶呢 我們的目標啊 是要吃夠周庸的生意 讓他沒有生意做 我救死 讓他快點呢 反正他那張東西呢 那張居英權那張是沒用的 讓他快點回英國 這怎麼只是我們啊 你不叫我們偶爾搶文匯大工生意嗎 是呀 說起文匯大工 文匯大工哪會救我們呢 我們絕對阻礙他啦 鬥了啦 誰會救我們 我們呢 除了現在我們開始過組織生活 慢慢有規律 那麼我們呢 其實主節就是探討下那個 新的 網購模式 或者新的網絡經濟 不過我還是覺得 那些新科技 所謂新興經濟體 每次呢 都是吹水多我吃飯的 最後呢 全部都是穩困的 死了 但是也有東西跑出的啊 通常有 Amazon就跑出了啦 五六百個人就有一兩件跑出啦 恆訊 阿里巴巴 死四百九十幾個 500個死四百九十幾個 500個可能一個跑出而已 Amazon跑出了 跟著呢 就算現在Tesla 也是找賓賊的 Tesla也是很龐大負債的 Tesla也是很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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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la也是很榮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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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叫做T to tea 不過不是 有人搞了火箭 升完上去就自己降落 即不爆炸的 那就很厲害了 我覺得他有幾魂 是可以的 幾魂包雲 那都很厲害了 或是失去聯絡 天供一號 比誰好 我們其實想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香港的經營成本真的是很貴 租貴就像是HMV 要欠租 欠租不是那麼好 其他公司以後 上市公司來租店 可能都要 給 私人的guarantee 扯高了整體market 的standard 如果你上市公司也搞不定 其他私人公司也搞不定 你上市公司欠租的 以後都沒有了 每個人都要私人guarantee 要股東guarantee 也會觸發西架股股災 其實是西架股股災的 即使是市好地地 也會跌的 雙心危機 但是我們想問一下 現在 HMV 這個數碼中國 算不算是兵敗如山倒 要怎麼解定兵敗如山倒 怎麼解定 生意不好 一邊虧 一邊沒有錢賺 經營的狀況越來越惡劣 是不是 另外 有些網友會問 蕭定一會不會灰飛煙滅呢 好像李嘉誠 老蕭說的 李嘉誠灰飛煙滅 那誰先呢 如果按這個說法 李嘉誠也沒事 不是啊 他的說法是比較 極端一點 如果我們看回那個事實 就像蕭定一灰飛煙滅刀李嘉誠 人家的生意做越大 不是嗎 HMV 不是蕭定一 今天報紙剛才 剛剛網友報告上來 說他那間屋案也有四次 那間什麼殷延 在西半山 五萬八千元呎 西半山只聽三個字也不值五萬多元呎 其實都入貨了 一半買二千五百多呎的單位 我聽你的節目是不是應該早點放 現在放不了 他買的那個價格就是最高的 是嗎 升了很多年了 他入口價就是最頂的那個價格 沒有的了 但這個樓市不是升足八年嗎 升了十四年 我聽到的開始吧 但是 但是呢 他這件貨由買一刻就是最高位 一邊買一邊跌 因為根本不值得減 西半山 像是天匯一樣 賣10萬元呎的 對面的樓價賣2萬元而已 那這不是指虧離場嗎 怕未必會指虧 因為他按了那麼多陣 可能一切下去就沒有了 那這就叫斬倉 灰飛煙滅 那首期沒有了就斬倉滅了 我們下一節一定要講這個G20峰會 下一節再聊 明天 海報 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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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立雲 立雲